本并论篇第七十三 本篇主要论述了三阴三阳 四天在全的签证与退位 以及阳年太过而出现的疾病的各种表现及治疗方法 并提出得神者昌 失神者王的观点 强调了神器在人体健康中的重要地位 皇帝说 关于天元之气之意的情况 我已经知道了 还想听听气交变化 什么叫失守呢 喜伯说 四天在全签证退位与左右肩气升降的问题 其中四天在全的签证与退位 各有经文问数 左右肩气各有升降的反常现象 所以叫做失守 因此天地之气的交替 不能以一起为止 气交就发生反常的变化 也就是四世节令失去正常的秩序 万物生化不得安定 人类就要产生疾病 皇帝说 关于升降失常的问题 我想听听他的原因 气交发生变化 怎样才可以知道呢 喜伯说 你问得很高明啊 我们必须明白其中的道理 气交之所以发生一定的变化 乃是天地运转固有的机制 气欲降而不得降的 是由于地之五气之一相胜所致 又有五运太过 其气先食而至 使气交升降失常 遂气但欲升而不能升 是受中运的一族 但欲降而不得降 也是受中运的族意 于是有升之不前的 有降之不下的 有降之不下而升至天的 有升降不能前进的 这样的区别是由于在气交的各种变化中 出现异常的变化 各不相同 因此 发生的灾害也就有轻有重了 皇帝说 想听你讲讲天地气交 相遇相会 相胜相义的原因 如果变为疾病 其病情轻重是怎样的呢 喜伯说 气交有盛气相会时 就可以亦负而使气之有变 因此在晨虚之年 绝因丰木英从上年的在全右肩 身为本年四天的左肩 遇到在天的金气过剩 则木气生之不前 又若遇到耕虚年 金运之气先天时而至 中运之盛气 乃使木气忽然生之不前 木气欲生天 而金气亦止之 生而不前 则发生清凉之气 风气反而减少 肃杀之气行于春季 鹿霜再次下降 草木因而枯萎 人们一患瘟疫早发 咽喉干燥 两邪胀满 肢节皆痛 木欲忌久 必定欲急而发 就要出现大风催啦 名声紊乱 人们一患促重 表现为半身麻痹 手足不人等 因此在四海之年 绍阴君火 应从上年载全的右肩 上升为本年四天的左肩 如遇到天蓬水气过剩 则君火生之不前 又若遇到绝阴四天 未得迁居于正位 则绍阴君火 也就不能生于四天的左肩 这是由于水运 在中间足异所致 绍阴君火欲生 受到水运的足异而生之不前 则清凉寒冷的气候再次发作 早晚冷气更甚 人们多病阳气恶福 内热烦闷 心神经济 寒热焦作 君火不生 日久成玉 玉急则发 出现暴热发作 风气如火 人们多患赤锋 同一眼疾 化为义气 温力逢温暖 知识乃作 由于火气显著而化为火意 则可出现心烦而躁动口渴等症 可甚者 可以泄其火热 则诸正可止 因此在子五年 太阴师土应从上年的在全右肩 上升为本年四天的左肩 若遇到天充暮气过剩 则土气生之不前 又若遇到人子年 暮运之气先天时而至 则土悲目可 土气生天不前 就要风尘四起 与诗之气不得不化 人们亦患风绝 闲夜上涌 半身麻痹不碎 腹部障满等 土气不生 久而化为玉气 玉急则发 就要发生土气尘埃化为异病 人们多病夭折 医患面部四肢六腐 障满壁色黄胆等病 湿气不能不化 雨水下降很少 因此在丑味之年 邵阳香火应从上年在全的右肩 上升为本年四天的左肩 如遇天蓬水气过剩 则邵阳香火不能升为四天的左肩 这是由于水运已至而足以所致 邵阳之气受到水运足以而生之不前 则寒冷的雾露反而不化 气候凛冽如冬 河水干涸 冰冻再次凝结 突然出现温暖的气候 接着寒冷又出现 发作不定时 在人体则阳气浮育在内 心中烦热 心神惊骇 寒热焦作等 向火预计则发 就要出现暴热之气 风气如火 人们多病持风同意的眼疾 变身毅力 变为浮热内烦 四肢麻痹觉冷 严重地发生出血的病变 因此在阴身年 阳明造金英从上年在全的右肩 上升为本年的四天左肩 如遇到天鹰火气过剩 则金气生之不前 又或遇到雾身雾银年 火运之气先时而至 金气欲生为四天左肩 中运之火足一之 金气生之不前 应时之雨不能下降 西风贫坐 土地干燥 咸卤发生 人们亦患上不热病 气喘咳嗽 出血等 久而化为玉气 玉急则发 就要发生白色哀雾 笼罩天空 亲吻而生肃杀之气 人们亦见斜下账满 易于悲伤 流青体 打喷嚏 咽喉干燥 手村裂 皮肤干燥 因此在茅永年 太阳寒水 应从上年的在全右肩 上升为本年的四天左肩 若遇到天锐土气过剩 则太阳寒水生之不前 又或遇到阳明四天 为千居正位 使太阳寒水 不能生于四天左肩 如果土运应时而至 寒水之气 欲生为四天左肩 若受到土运的阻异 生之不前 于是湿热相争 寒气发生于天地之间 人们亦患绝逆耳气 热气生于内 阳气比于外 足净酸腾 反见心激傲 反热 暴反而又绝逆 皇帝说 六气生之不前的问题 我已完全明白了他的要旨 还想听听关于六气降之不下的问题 可以明白的告诉我其中的道理吗 喜伯说 问的真详细啊 这是天气与地气变化的精妙意义 我可以把我知道的全部告诉你 就是说六气上升之后 必然下降 升天三年 至次年必然下降 下降入地 就成为地之左肩 又再抵居十年 这样升降往来共为六年 叫做六计 因此 酬畏之年 绝阴风目应从上年四天的右肩 降为本年在全的左肩 若遇到今气过剩 则绝阴风目降而不前 又或遇到少因丝天为退位 则绝阴风目就不能降于在全左肩 居中的金蕴应时而至 因金蕴下成 绝阴风目降而不下 其气被翼而变为玉气 木被金城 降之不下 则青涩的尘埃远见于上 白气成之于下 大风拾起 尘埃昏暗 青秋造金行肃杀之灵 双路再次下降 肃杀之气施不正灵 木气日久不降 其气被翼则化为玉气 就会发生风气与灶气浮育 气候应当温暖而反见清冷 草木虽以萌芽生长 岩霜又止 蛇虫也未出现 人们也惧怕这种清凉之气伤害脏气 因此阴身之年 绍阴君火应从上年四天的右肩 降为本年四天的左肩 若遇到地悬水盛 则绍阴君火不得降入地下 又或遇到丙身丙银 水运之气太过 先天时而至 绍阴君火预降 水运之气居中成之 使君火不得下降 则赤色之云气使现 黑色云气反升 温暖的气候使万无舒适 又有寒雪降下 严寒发作 天云阴惨凄凉 绍阴君火酒福而不祥 则化为玉气 玉酒必发 所以寒气过剩之后 就富而生热 火气化为毅力 人们多病面吃心烦 头痛目眩等 火气暴露之后 温病就要发作 因此在毛永年 太阴师土应从上年四天的右肩 降为本年在权的左肩 若遇到地苍木气过剩 则太阴师土不得降入地下 又或遇到少阳 四天不得退位 则太阴师土不能降入 在权的左肩 或木运应时已至 木运居于四天之下 而成其气 太阴师土降之不下 于是黄色云霞出现 而又有青色云霞显露 云气欲争而大风作 雾气遮蔽 尘埃过剩 草木为之折损 太阴师土欲久不降 福而不不则化为玉气 天空出现尘埃黄气 地上湿气欲争 人们一患四肢不能举动 头目昏雪 肢节疼痛 胸腹胀满等病 因此在晨熏年 邵阳香火应从上年四天的右肩 降为本年在权的左肩 遇到地玄水气过剩 则邵阳香火不得降入地下 又或遇到水运太过 则先天时而至 水运居中成之 香火欲降而不得降下 则赤云使剑 黑气反而发生 温暖之气才愈发生 冷气又突然而至 甚至降下冰雹 如果邵阳香火日 久不得降下 福而不不则化为玉气 冷气之后 富有生热 火风之气化为义气 人们一患面痴心烦 头痛目眩等病 火气显露 则热病即将发作 因此在四海年 杨明造精英 从上年四天的右肩 降为本年在权的左肩 遇到地色赤火气过剩 则杨明造精不得降入地下 又或遇到太阳四天不得退位 则使杨明造精不能降入在权的左肩 或火运应时而至 火运居于四天之下而成齐气 杨明造精将之不下 则天气清冷而速降 火气显露 则温热反作 人们感到昏尘困倦 夜窝不安 咽喉干燥 口渴隐 傲 烦热等 早晚有大量之气 而温热之气却又发作 如果酒不得降 则福酒将要化欲为发 天气清凉而寒冷 运处有白气发生 人们一见眩运 手足强直 麻木不仁 两邪作痛 双目事物不清等症 因此在子五年 太阳寒水应从上年四天的右肩 降为本年载全的左肩 若遇到土运太过 则太阳寒水不得降入地下 又或遇到土运太过 则先天时而至 土运居中成之 太阳寒水欲降而不得降下 则天空暴露黑气 阴暗惨淡 见黄色尘埃而有湿气弥漫 本来要寒化的气候 又出现热化与湿化之令 如果太阳寒水日久不得降下 扶而不步则化为玉气 天气阴沉 热气与湿气交替发作 人们意患大觉 四肢沉重倦怠 因为少力 皇帝说 尖气升降不前的问题 你已经讲明白了 还想听听六气签证的问题 能使我了解其中的奥妙吗 喜伯说 正思天帝的中卫 就叫签证卫 四天不得签证卫 是因为前年的四天超过了交思之日 也就是上年四天之气太过 执其余日 仍治理本年的四天之术 所以新四天不得签证 绝因不得千居正伪 风沫温暖之气不能硬实实化 造成花草枯萎 人们意见小便不利 木戏转 转金 善怒 小便吃等正 风气欲湿气令而寒气不退 温暖的气候不能硬实 失去了春天的正常时令 少阴军卫不得千居正伪 冷气不退 春天先冷而后又寒 温暖之气不能硬实而至 人们意见寒热 四肢烦痛 腰脊强之等正 但绝因风沫之气虽然太过 留恋在位不退 胆中不会超过军火当令之时 太阴不得签入正位 雨水就不能及时而至 万物因而枯交 应当生长发育的不能生发 人们意患手足之节肿满 大腹水肿 胸满不欲食 孙血血满 四肢不能举动等病 雨气欲不其令 但绍阴军火仍居味而致之 居然气候温暖 干旱而无语则 绍阳不得签入正位 则炎热的气候不得施不其令 植物的苗又不能繁荣 酷鼠反见于秋季 秋季肃杀之气宛至 双路不能硬食而降 人们意患解药 骨争潮热 心肌惊害 甚则血液外溢等病 阳明不得签入正位 炎鼠的气候先行 肃杀的气候候候制 草木反见繁荣 人们意见寒热 敌灾喷嚏 皮毛脆折 着甲枯骄 甚则喘受上气 悲伤不乐 由于炎热气候继续湿布 灶气未能行令 就是轻塑的气候位置 费尽阴而受病 太阳不得签入正位 致使冬季寒冷之令 反而改行于春季 肃杀霜冻之气在前 炎寒冰雪之气在后 如阳光之气重新行令 则凛冽之气不得发作 雾云带湿而现 人们意患温定毅力 猴必厌干 烦躁而渴 喘息有声等 太阳寒化之令 需带造金之气去 才能思天主治 如果造气过期不去 使令失去正常的规律 就会对人们造成灾害 皇帝说 签证早晚的问题 你已将它的意义告知了我 还想听听有关退位的问题 可以使我明白吗 习伯说 所谓不退位 就是指四天之数不尽 也就是四天之数有余 明教父不正 所以也教在治天 就是现在的天令 仍旧是行过去的天令而不退位 绝因不退位 则大风早起 失与不得降下 失令不能失化 人们意患瘟疫 黑斑 肢体偏肺 风病发生 一般出现肢解疼痛 头目痛 腐热在内 心烦 咽喉干燥 口渴吟等 哨音不退位 温暖的气候发生于初春季冬 折虫提早出现 草木提前发芽生长 人们意患隔热咽干 血液外溢 惊骇 小便赤色 单留疹疮 疮阳流毒等病 太阴不退位 则寒冷于鼠热不时发生 尘埃昏暗 迷不天空 尸土之令不去 人们意见四肢少利 也识不下 谢谢如注 小便淋漓 富满 足尽寒冷 阴尾 大便闭塞 小便失禁 或小便贫术等症 少阳不退位 则炎热的气候发生于春季 鼠热流而不去 所以冬季温暖不寒 流水不凝结成冰 折腹的虫类出现 人们意见少气 寒热交替发作 便血而尚不发热 小腹坚硬账满 小便吃 甚则出血 阳明不退位 则春天气候清冷 草木繁荣延迟 或寒或热相见发作 人们意患呕吐 爆发泄泄 饮食不下 大便干燥 四肢不能举动 头目绚运等病 皇帝说 岁七四天的早晚 我已经知道了 但还想听听在全知数 可以告诉我吗 齐伯说 地下签证和升天级退位 其不得前进 便应于土地的生化 使万物的生化 适于正常的实令 皇帝说 我听说天地二甲子 是天干十二地之 上下相和经纬天地的器术 其术能互相更移 有时失守其位 为什么会这样呢 齐伯说 施其更移正位的 就是说虽得荡位之岁 但是为得司正位之气 就会四十不结 将要发生大义了 假如甲子年 本为阳年 而土运受到一塞 若鬼害年 四天的器术太过而有余 在时间上 虽已交得甲子年 但绝音丰目 仍居于四天之位 本年的地气 已经签证 阳明在全 去年在全的邵阳 已退位 本年在全的右肩 这样 去年四天的绝音 不退位在上 本年在全的阳明 已签证在下 所以两者不相奉合 鬼解相会 虽是土运太过 但其器已须 反受莫可 所以就不是太过了 况且应于土运之皇中 阳年不应太治 目击圣土 则土之子 金必来富 金即来富而少 因四天随之而治 则目之圣气 随从军火之气 所以金之父 弃威 如此则甲己 失守其位 其后三年化成土意 使则至丁茂年 早则至丙迎年 土意必定发生 发作的大小轻重 应根据当年 四天在全之气的圣衰 即太以犹宫的情况来推断 又如甲子年 甲与子和 应交于四天以治天之位 而在下的以卯为得签证 上年的物阴在全之少阳不得退位 也属于上甲与下几位能和德 也就是土运不算太过 而木乃成虚克土 土之子金又行富胜 依反其邪气之化 四天在全的阴阳属性不同 其变为毅力之气的大小善恶 和四天在全是守其位的变化规律是一样的 假如丙寅年为阳年太过 若上年以丑年四天的气数太过而有余 在时间上虽已交的丙寅年 但太阴师土仍居四天之位 本年地气已签证 绝阴在全 去年在全之太阳已经退位置地之右肩 形成四天太阴四地绝阴的局面 所以在全的绝阴不能奉合四天的气化 如上以下心相会 水逆太虚 反受土克 所以就不是太过了 即太促之与太语阴律不能相应 普圣而与其施化 水之子木戚则化为风 此时丙心施守其位而不得相会 后三年则化成水逆 持至己四年 早在雾尘年 甚者其质素 威者其致迟 水逆发作的大小善恶 可以根据四天在全之气的盛衰 及太乙游攻的情况来推断 又如丙寅年 丙与银相合 交于四天以至天之位 而在下的心四位得签证 上年耕臣在全的太阳不得退位 也属于上丙与下心伟能何得 便使水运小旭而有小的盛气 或有小的负气 其后三年化而为利 各为水利 利壮如意 至法同前 假如庚臣年 扬年太过 假如上年及卯年四天的气数太过而有余 在时间上虽交的庚臣年 但扬明造今仍居于四天之位 本年的太阴以前正在全 去年在全的少阴已退为本年在全的右肩 就形成去年四天之阳明不退位再上 本年在全之太阴以前正在下的局面 所以在全的太阴不能奉合于四天的气化 上以夏季相会 金运太虚 反受火克 所以不算太过 也就是姑息之律馆不应太伤之音 火之盛其热化 水气来负责寒而炙热 这样上耕与下一失守其位而不得相会 其后三年当化成金翼 快得至人五年 慢得至鬼未年 金翼就要发作 发作的大小善恶 可以根据当年四天之气的圣衰 及太乙游公的情况来推断 又如庚陈年 庚陈相合 交于四天以至天之位 而在下的一位未得签证 去年甲午少阴未得退位 也属于上庚与下乙未能合得 也就是下乙的流干事与上庚刚干的配合 使金运稍虚 有小圣器而无负弃 后三年化为毅力 名叫金力 至法同前 甲如人五年 扬年太过 且上年新四年四天的气数太过而有余 在时间上虽已交得人五年 但绝音丰目仍居于四天之位 本年的阳明乙千正在全 去年在全之秉身 绍阳乙之地之右肩 出现去年 四天之绝音不退位在上 而本年在全之阳明乙千正在下 所以在全的阳明不能奉合于四天的气化 上丁下新相会和 木运太虚而为经济所克 所以不算太过 也就是锐兵之律馆不应太矫之音 精气行而造气盛 火气来负责热化 其后化成木翼 一肾的发作迅速 一微的发作徐环 木翼发作的大小善恶 可以根据当年四天之书的盛衰 和太乙游功的情况来推断 又如人五年 在上的人与五相会 交于四天以至天之位 而在下的丁有卫得千正在全 去年在全之丙身少阳未得退位 也属于上人与下丁位能合得 也就是下丁的柔肝师与与上人刚刚的配合 也可以使木运小须 并有小圣器与小腹器 其后三年化而为意 名叫木莉 其症状与风亦相似 至法同浅 假如雾身年 阳年太过 如果去年丁位四天的气数有余 时间上虽交得雾身 但太阴是土仁居于四天之位 本年的绝阴以前正在全 去年仁须在全的太阳 已经退位本年在全的右肩 出现去年丁位四天之太阴 不退位而在上 本年的鬼害在全之绝阴以前正在下 因此在全的绝阴 不能奉合四天的气化 上丁下鬼相会 火运便须而为水气所剩 所以就不是太过了 也就是一则之律馆不应太子之音 因此物鬼失守其会 其后三年则化为意 快得至更须年就要发作 发作的大小善恶 可以根据当年四天之气的圣衰 及太乙游功的情况而推断 又如雾身应时签证四天 而在下的鬼还未得签证在全 也就是上年人须在全的太阳未得退位 属于上物与下鬼未能何得 即下鬼的柔肝是与误物刚刚的配合 火运烧衰 或有小圣或无腹 其后三年化而为例 名叫火力 制法同前 可用寒法谢法治疗 相关知识链接 六气在上者为丝天 在下者为在拳 兼气 只间隔在丝天与在拳左右的气 签证是指四天 在拳之气恰之其位 能按时主之所在实令 退位指应该转位的丝天 在拳之气按时让位 失守指四天在拳之气 及兼气应至未至 或者应去人流 皇帝说 人的正气不足 天气也不正常 神至失守 神光不得聚敛 并且伤人导致暴亡 可以告诉我其中的道理吗 习伯说 人的五脏 只要有一脏不足 再遇到天虚 就要感受邪气 人如果过度忧愁思虑就要伤心 又或遇到少阴似天 天气不及 则太阴奸气皆知而至 这就是所谓天虚 也就是人气和天气都虚 如果再遇到惊恐而截夺惊气 汗出而伤心也 就会形成三虚 以至神明失守 心是君主之官 神明由此而出 神明失守其位 则游离于上丹田 也就是尼丸弓下 神明既失其位 则神光不得聚敛 如又遇到火运不及之年 则水溢之邪之病 使人突然死亡 人若隐时不解过度劳眷 则伤疲藏 又或遇到太阴似天之年 天气不及 则少阴奸气皆知而至 这叫做天虚 吉人气虚与天气虚 又逢隐时过饱 汗出伤味 火最饱行防 汗出伤疲 因而形成三虚 以致疲神失守其位 疲为见义之官 致谋周密自此而出 疲神失守其位 而不得聚敛 又遇土运不及之年 或几年或假年失守其位 而天地不能何得 或太阴司天不及之年 便有慕一之邪为病 使人突然死亡 人若久坐失地 或强力劳动 而又入水则必伤肾 肾是坐强之官 技巧由此而出 因而形成三虚 肾神失藏 神失守而不得聚敛 又遇水运不及的年岁 或上心与下柄不相合 或上柄与下心失守其位 或太阳思天不及之年 就有土一之邪之病 使人突然死亡 人或有愤怒 气上孽而不下降 就要伤肝 又或欲绝因思天 天气不及 则少因间气皆之而至 这就是所谓的天虚 也就是天虚和人虚 又或欲奔走恐惧 判出伤肝 肝为将军之官 谋律自此而出 神至失守其位 则神不能去脸 又欲目运不及之年 或丁年上丁与下人不相合 或人年失守其位 或决因思天不及 就有金一之邪之病 使人突然死亡 以上五种失守其位的 是由于天虚和人虚 致使神至游离失守其位 而使五一之邪伤人 使人突然死亡 这叫做失觉 人体五脏之神失气肠胃 就会使神才不饱满 不只是一邪 而是一切邪气伤人 都是由于神不守其位 所以说 神至内守的就可以生 神至失守的就要死亡 得神者就会安康 失神者就要死亡 相关知识链接 面口和骨收 和骨穴 又称虎口 位于第一掌骨与第二掌骨尖尖线中 功能主治牙痛 口眼歪斜 手腕及臂部疼痛 三叉神经痛 眼睛疲劳 喉咙疼痛 感冒发热等症 主要治疗范围为面部疾患 故称面口和骨收 原文 皇帝问曰 天缘久至 予以知知 愿闻弃交 何名失守 齐伯曰 为其上下升降 签证退位 各有经论 上下各有不前 顾名失守也 是顾弃交失意味 弃交乃便 便亦非诚 即似是失序 万话不安 便民并也 帝曰 升降不前 愿闻其故 弃交有便 何以明治 齐伯曰 招呼哉问 名呼道矣 弃交有便 是为天地基 但欲降而不得降者 地之行之 又有五运太过 而先天而至者 即交不前 但欲生而不得其生 终运已知 但欲降而不得其降 终运已知 于是有生之不前 降之不下者 有降之不下 生而至天者 有生降聚不前 作如此之分别 即弃交之便 便知有意 常各个不同 栽有微甚者也 帝曰 愿闻弃交 遇会圣义之有 便成民病 轻重何如 齐伯曰 圣相会 一夫使然 事故尘须之岁 目起生之 主逢天柱 圣而不前 又欲更须 今运先天 中运圣之 忽然不前 目欲生天 今乃一之 圣而不前 即轻生风少 素生于春 鹿双富降 草木乃尾 民病温 亦早发 阴爱乃干 两邪满 知血皆痛 久而化欲 即大风催拉 哲允明稳 民病促重偏臂 手足不仁 事故四海之岁 君火升天 朱至天篷 胜之不前 又绝因未迁政 则烧因未得升天 水运已知其中者 君火欲生 而中水运已知 生之不前 即清寒富作 冷生淡木 民病服阳 而内生繁热 心神经济 寒热渐作 日久成欲 即暴热乃至 赤风种意 化意 温力暖作 痴气然而化火意 皆反而造可 可甚至之 以泻之可止 事故子五之岁 太阴升天 主之天充 胜之不前 又或欲人子 目运先天 而智者 忠目运一之也 升天不前 即风哀四起 时举哀昏 与诗不化 民病风觉弦朝 天壁不随 账满 久而浮欲 即黄哀化意也 民病妖亡 脸之福 黄胆满壁 事令福不 于化乃威 事故丑为之年 少阳升天 主之天蓬 胜之不前 又或欲太阴为迁政者 即少阳阳为升天也 水运以智者 升天不前 即寒雾返布 银列如冬 水复合 冰在节 宣暖乍作 冷腹不知 寒暄不时 民病浮阳在内 凡热生中 心神惊骇 寒热渐作 以酒成玉 即暴热乃生 赤风气种意 化成玉里 乃化作浮热内反 避而升爵 甚则血液 事故阴身之年 阳明升天 主之天英 升之不前 又或欲物身物银 火运先天而至 金玉升天 火运一之 升之不前 即使雨不降 西风树举 贤乳造声 民病上热 喘嗦血液 久而化欲 几百哀义物 轻生杀气 民病险满悲伤 寒求提爱干 手拆皮肤燥 事故毛有之年 太阳升天 主之天锐 升之不前 又欲阳明 为千政者 即太阳为升天也 土运已至 水运升天 土运一之 升之不前 即是而热争 寒生两间 民病决孽而会 热生于内 气壁于外 足尽酸疼 反生心机傲热 暴反而复觉 皇帝曰 升之不前 予以尽之其之 愿文将之不下 可得名乎 齐博曰 习乎栽问 是之为天地微止 可以进尘四道 所谓生已必降也 至天三年 四岁必降 降而入地 始为左奸也 如此升降往来 命之六计则矣 是故丑未知岁 决因降地 主至地小 胜而不前 又或欲少因为退位 即决因未降下 金运已至中 金运成之 降之未下 亦之便宇 沐浴降下 金成之 降而不下 苍埃远见 白气成之 风举哀昏 清造行杀 双路覆下 夙杀不令 久而不降 亦之话欲 即作风造相辅 轩而返清 草木猛动 杀双乃下 折虫未见 聚清伤脏 时故阴身之岁 少阴降地 主之地玄 胜之不入 又或欲丙身丙盈 水运太过 先天而至 军火欲降 水运成之 降而不下 即同云才见 黑气反生 轩暖如书 寒肠不雪 凛冽附坐 天云惨气 久而不降 福之化欲 寒胜复热 赤风化意 民并面赤心烦 头动目眩也 赤气张而温并欲坐也 时故毛有之遂 太阴降地 主之地苍 胜之不入 又或少阳未退位者 即太阴未得降也 或沐运已至 沐运成之 降而不下 即黄云见而轻下张 欲争坐而大风 勿意哀胜 折损乃坐 久而不降也 福之化欲 天哀黄气 地不失征 民并似之不举 昏玄之劫痛 富满天意 时故沉须之岁 少阳降地 主之地玄 胜之不入 又或欲水运太过 先天而至也 水运成之 降而不下 即同云才见 黑气反生 轩暖欲生 冷气足智 甚及冰雹也 久而不降 福之化欲 冷气复热 是风化意 民并面赤心烦 头痛目眩也 赤气张而热 并欲坐也 是故四海之遂 阳明降地 主之地同 胜而不入 又或欲太阳未退位 即阳明未得降 即火运已至之 火运成之 降而不下 即天轻而肃 赤气乃张 轩热反作 民皆昏眷 夜无不安 燕干隐隐 傲热内凡 大清朝暮 轩海附作 久而不降 福之化欲 天轻薄寒 远生白气 民并吊炫 手足之而不忍 两邪作痛 满目 是故子午之年 太阳降地 主之地复圣之 降而不入 又或欲土运太过 先天而至 土运成之 降而不下 即天章黑气 明暗凄惨 才施黄埃而不失 寒话令气 征师父令 久而不降 福之化欲 民并大觉 四之重待 因为少力 天不沉阴 征师见作 帝曰 升降不前 西之其宗 愿闻千正 可得名呼 细博曰 正思中尾 时未千正尾 四天不得其千正者 即前四天已过交思之日 即欲四天太过有余日也 即仍旧是天数 心思天未得千正也 绝阴不千正 即风轩不时 花会伪萃 民并临搜 木戏转 转金喜怒 小便吃 风欲令而寒忧不去 温轩不正 春正诗时 绍阴不千正 即冷气不退 春冷后寒 宣暖不时 民并寒热 四肢烦痛 腰己强直 木戏虽有余 未不过于军火也 太阴不千正 即云与施令 万无枯交 当声不发 民并手足之皆肿满 大腹水肿 田意不实 孙谢邪满 四肢不许 羽化欲令 热游致之 温许于气 抗而不择 绍阳不千正 即言卓服令 苗有不容 酷暑于秋 肃杀晚至 双目不对 民并皆要鼓热 心计惊骇 甚是血液 阳明不千正 则鼠化于前 肃杀于后 草木反荣 民并寒热求剔 皮毛折 着甲架枯骄 甚则传授膝膏 悲伤不乐 热化乃部 造化未令 即清静未行 费金负病 太阳不千正 即冬青返寒 一令于春 杀霜在前 寒冰在后 阳光复至 凛冽不作 雾云待时 民并温立至 侯必爱甘 烦躁而渴 喘息而有因也 寒话待造 由至天气 过失序 与民作哉 毕曰 千正早晚 以命其旨 愿闻退位 可得民哉 西伯曰 所谓不退者 即天树未中 即天树有余 明曰复不正 故明曰在之天也 即天令如故 而不退位也 绝因不退位 即大风早举 时雨不降 施令不化 民病瘟疫 丝肺风生 皆知节痛 头目痛 服热内烦 咽喉干隐隐 少阴不退位 即温生于春冬 折虫枣致 草木发生 民病隔热咽干 血已惊骇 小便赤色 单流枕疮阳流毒 太阴不退位 而且寒暑不识 哀昏不作 施令不去 民病四肢少利 施饮不下 谢柱临满 足净寒 应违必寒 施逆小便数 少阳不退位 即生于春 孰乃厚化 东温不冻 流水不冰 折虫出见 民病少气 寒热更作 便写上热 小腹肩满 小便吃卧 甚则血液 阳明不退位 即春生清冷 草木宛容 寒热渐作 民病呕吐暴住 施饮不下 大便干燥 四肢不举 慕名掉眩 帝曰 天岁早晚 鱼以知之 愿闻地数 可得闻乎 席博曰 地下签证升天 即退位不前之法 即地土产化 万物失实之化也 帝曰 虞闻天地二甲子 时干十二之 上下经为天地 树有谍义 失守其位 可得招呼 席博曰 失之谍位者 未虽得罪正 未得正位之思 即四时不解 即生大义 甲令甲子扬年 土运太智 如鬼害天数有余者 免虽交的甲子 决因由上至天 地以签正 扬明在全 取遂少阳以作右前 即决因之地扬明 故不相和奉者也 鬼解相会 土运太过 须反受目胜 故非太过也 何以言土运太过 旷皇中不应太智 目即胜而今还富 今即富而少应如智 即目胜如火而今富威 如此则甲己失守 后三年化成土意 宛至丁卯 早至丙吟 土意至也 大小善恶 推弃天地 降互太一 又至如甲子年 如甲至子而合 应交四而至天 即下几卯为千正 而勿吟少阳未退位者 一家几卫何得也 即土运非太过 而木乃成虚而圣土也 今次又行父圣之 即反贤化也 阴阳天地书亦而 故其大小善恶 亦如天地之法之也 甲令丙吟阳年太过 如以丑天数有余者 虽交得丙吟 太阴上至天也 地以千正 绝阴四地 去遂太阳以作右肩 即天太阴而地绝阴 故地不奉天化也 以心相会 水运太虚 反受土圣 故非太国 即太促之管太语不应 土圣而语化 目负疾风 此者秉心失守其会 后三年化成水意 晚至己四 早至物辰 甚急速 微急许 水意至也 大小善恶 推其天地数 及太义游功 又止如丙吟年 秉至银且和 应交四而至天 即心四未得千正 而耕尘太阳 未退位者 亦秉心不何得也 即水运一小虚而小胜 或有负 后三年化历 明曰水历 其壮如水意 至法如前 甲令庚臣阳年太过 如吉卯天数有余者 虽交得庚臣年也 阳明游上至天 地以千正 太阴四地 取遂少阴以作又前 即天阳明而地太阴也 故地不奉天也 以己相会 金运太虚 反受火胜 故非太国也 即姑喜之管太商不应 火生热化 水复寒行 此以庚尸首 其后三年化成金一也 素至人年 徐至鬼位 金一至也 大小善恶 推本年天数 及太一也 又止如庚臣 如庚致臣 且应交四而至天 即下一位未得千正者 即地甲武少阴未退位者 且以庚不何得也 即下一位柔肝施刚 易亦金运小续也 有小胜或无负 后三年化历 明曰金历 其壮如金一也 至法如前 甲令人五阳年太过 如仙似天数有余者 虽交得人五年也 绝阴由上至天 帝以千正 阳明再全 去遂禀身 少阳以坐右肩 即天绝阴而帝阳明 故帝不奉天者也 丁心相和会 墓运太虚 反寿今圣 勿非太过也 即锐兵之管太脚不应 金行造圣 火花热腹 甚急速 微急徐 亦知大小善恶 推亦知之年 天数乃太一 又止如人武 如人之武 且应交四儿至天 即下丁有未得千正者 即地下秉身少阳 未得退位者 见丁人不和得也 即丁柔干诗刚 亦牧运小须也 由小胜小腹 后三年化理 明月牧利 其壮如风亦 至法如前 甲令物身阳年太过 如丁为天数太过者 虽交得物身年也 太阴由上至天 地以千正 绝阴在全 去遂人须太阳 以退位坐右间 即天丁位 遗鬼害 故地不奉天化也 兵鬼相会 火运太虚 反受水胜 故非太过也 即一则之管上太子不应 此物鬼失守其会 后三年化一也 素质更序 大小善恶 推一至之年天数 及太一 又止如物身 如物至身 且应交四而至天 即下鬼还未得千正者 即地下人虚太阳 未退位者 见物鬼为何得也 即下鬼柔干诗刚 见火运小虚也 由小胜或无腹也 后三年化理 明曰火力也 智法如前 智之法可含之谢之 皇帝曰 人气不足 天气如虚 人神失守 神光不惧 血鬼干人 智有妖王 可得闻乎 西部曰 人之五脏 一脏不足 又回天虚 感谢知之也 人忧愁思虑即伤心 又或欲少因思天 天数不及 太阴作皆兼至 即为天虚也 此及人气天气同虚也 又欲经而夺经 汉出于心 宁而三须 神明失守 信为君主之官 神明出焉 神失守卫 即神又上丹田 在地太一帝君宁王宫下 神即失守 神光不惧 却欲火不及之碎 有黑是鬼剑之 令人报亡 人隐时劳眷即伤疲 又或欲太阴四天 天数不及 即少阳作皆兼至 即为天虚也 此及人气虚而天气虚也 又欲隐时宝慎 汉出于胃 最宝刑防 汉出于疲 隐而三须 疲神失守 疲为见义之官 至周出焉 神即失守 神光失位而不惧也 却欲土不及年 过几年或假年失守 或太阴天虚 轻失鬼见之 令人足亡 人久作失地 强力入水及伤慎 慎为作强之官 技巧出焉 隐而三须 甚神失守 神至失位 神光不惧 却欲水不及之年 祸心不会服 或禀年失守 或太阳思天虚 有皇师鬼之见之 令人报亡 人或会怒 气腻善而不下 急伤甘也 又欲绝阴思天 天数不及 极少阴作皆间至 实位天虚也 此位天虚人虚也 又欲极足恐惧 汉出于甘 甘为将军之官 牟律出焉 神类失守 神光不惧 又欲目不及年 或丁年不服 或人年失守 或绝阴思天虚也 有白师鬼见之 令人报亡也 以上五失守者 天虚而人虚也 神又失守其位 即有五失鬼干人 令人报亡也 为之曰失觉 人犯五神异味 即神光不远也 非但失鬼 即一切邪犯者 皆是神失守未故也 此位得守者生 失守者死 得神者仓 失神者亡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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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